破解网路谣言 这样吃蔬果不会更健康 大家都希望吃得健康 网路上就有许多关于蔬果吃法的谣言 包括早餐只吃蔬果抵抗力会变好 还有空腹吃水果吸收力更强 专家表示 蔬果中的维生素C 抗氧化营养素的确有助健康 但网路谣言仍然有许多错误 赶紧来看正确观念 早餐只吃蔬果并不会让抵抗力更好 因为早餐还是要摄取蛋白质 淀粉等身体才会有能量 但是水果因为含有糖分 最好在早上多吃些倒是没错 然后晚上因为活动少 最好就不要吃水果 建议吃蔬菜就好 专家表示 空腹吃水果营养素吸收力比较好 这件事只对一半 空腹的确吸收力较好 但是如果吃进的水果糖分太高 会使血糖急速上升 所以如果要空腹吃水果 就要吃升糖指数GI值低的水果 例如奇异果巴勒等 然后平常要掌握 蔬菜吃的比水果多的原则 才会健康少糖 东新闻台北报导